為什麼大家不開玩笑 你跟我講話 分開還是輪流 來來來 沒關係 來來來 剛好紅衛有關的嗎 你看我就知道 來 小心喔 我們稍微 畫面都可以齁 來 沒有 我只是自己想要問一下 我們家今天想要問一下說 小英的這個支持度 調到了44個月的新低 那這點委員會不會覺得這也是反映說 選後內閣沒有檢討的這個狀況 我覺得蔡英文她已經 迷失在817萬選票裡面 太久太久了 然後她完全走不出來 也跟整個台灣社會嚴重的脫節 再這樣下去你可以看到 民進黨所有的這些 從政的政治人物都越來越不耐煩 越來越焦慮 很怕蔡英文的殖民不悟 會把一整船的人 通通都給淹沒沒頂 所以我覺得現在民進黨 是有非常非常高度的一個 政治的危機感 那麼蔡英文 一切都在她自己的一念之間 這是讓我們感嘆說 絕對的權力真的是絕對的腐化 選票已經沒有辦法給她當頭棒喝 難道民進黨真的不見棺材不掉淚嗎 這個吳英農她現在被說是這個林志堅2.0 委員怎麼看 因為她的那個好感度 好感度她原本在投入 我以為她有論文的問題 但是她一樣也是爆發 就是一些一連串的公關危機 結果讓她這個好感度從1.6 結果降到現在變成0.2 這個委員怎麼看 我覺得其實年輕人有志從政是好事 不管在哪一黨我們都很樂於 有理想的年輕人能夠來挑戰 跟來參與台灣的政治 但是很明顯的 她的歷練是有待加強的 那麼我覺得民進黨 一昧的想要把她捧紅 可是事實上 現實政治殘酷的歷練 就暴露出她的種種的不足 那我覺得其實我有一點同情無疑農 因為在民進黨現在的狀況底下 然後再加上蔡英文 這個非常的殖民不悟 整個民進黨給人家的感覺是死不悔改 所以使得一個好好的年輕人從政 變成是民進黨莫名其妙的炮灰 她很可能在這次戰場中變成是炮灰 那是誰讓她變成炮灰的呢 為什麼她是一個人的江湖 那民進黨這些栽培她的愛護她的哥哥姐姐 阿姨阿伯們都跑到哪裡去了 為什麼躲起來 因為怕站在她旁邊會把票給嚇跑了嗎 還是不想讓吳英龍如果再度敗選的話 又變成是民進黨要檢討的戰犯 這不就是民進黨現在的窘境嗎 我覺得其實吳英龍還蠻可憐的啦 那這也是民進黨他們自己要去面對的問題 他們是不是非常殘酷的 葬送了一個年輕人的政治前途 蘇貞昌自己其實也不太確定自己 內閣改組蘇貞昌自己也不確定自己會不會留任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蘇貞昌現在真的開始緊張了啦 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來不到最後一刻 他是絕對不會放棄捍衛他隔魁的位子 那他也現在變成了民進黨最大最大一個眾人都搬不動的石頭 那只有一個人搬得動啦 其實就是蔡英文 那麼蔡英文呢這個用電子計算機都算不清楚啊 到底黨內派系要怎麼樣平衡 未來的接班要怎麼樣處理 他自己要怎麼樣才不會跛腳 然後呢他如果2024失去政權了之後 會不會被清算 所以蔡英文每天滿腦子裡面佔據了他整個腦海的都是這些東西 他其實到今天還是沒有看到不要說中間選民或藍營的選民了啦 他有看到綠營選民的深深的失望嗎 這些人這樣子無怨無悔的支持民進黨換來的 居然是蔡英文這種高傲冷冰冰 然後對於選民完全無感 我覺得民進黨的這個權力喔 真的是腐化他們腐化的到了骨子裡頭去了 那至於蘇貞昌 我覺得他自己心裡面也知道 他的隔魁位置快要佈飽了 因為他現在已經幾乎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而且過的還是綠營的街 喊打的都是民進黨的人 那他要硬撐下去 我看是不容易啊 那你覺得布立雄是個好隔魁人選啊 布立雄當作不當當場有什麼可能 在11月26號民進黨敗選的隔天 其實我就講了 民進黨勢必 雖然暫時未留了蘇貞昌 勢必要在我們這個會期結束之後 進行內閣改組 否則他無法回應廣大的民意的壓力 那蔡英文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並不是什麼秘密 他的第一志願他的最愛永遠是陳建仁 所以最近我不知道是因為聖誕節快到了天主很忙 沒有辦法回答他 還是天主反對他來接隔魁 這個我不得而知啦 那陳建仁如果沒辦法接 接下來可能的人選本來是鄭文燦 但是誰知道鄭文燦本來是要去接黨主席的 結果呢他也因為論文事件 變成了一個沒有辦法接黨主席 主席都沒辦法接了來接隔魁不是太難看嗎 那我當時就說 顧麗熊絕對是一個可能的人選 不然蔡英文沒有人啊 翻箱倒櫃 你要叫他去找誰 沒有人了嘛 那顧麗熊只好出來頂一頂啊 不然怎麼辦呢 難道繼續讓蘇貞昌待下去嗎 這樣太便宜的國民黨了吧 國民黨會開心死喔 王侯問他早上有說這個術發部啊 就是拿了兩百多億就做這個點餐品牌 就是這個術發部 裡面是很多肥貓是不是應該要撤掉 如何只做這個點餐品牌 我覺得這個 這個唐鳳啊 他真的是一個內閣裡頭最大的花瓶啊 這麼多的預算 不是科技天才嗎 結果端出來的東西 簡直是讓大家全部通通都摔倒 就會點了一個面線 有需要這樣子做嗎 那這中間他們在整個修法的過程當中 暗藏了多少方便之門 可以讓他回避掉我們一般 任用文官的所有的高規格 他可以用高薪來任用一個 不需要有文官資格的這些人 到底用來做什麼 效果發揮在哪裡 事實證明完全看不到 所以這中間到底有沒有什麼藏污納購 是不是暗藏網軍 到底是在做什麼 當然是要把它掀出來看清楚 然後把這些浪費的公堂 通通都還給老百姓 可以了吧 謝謝委員 謝謝 你們還在這順便問很多 等會哥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貝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購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 讚 加油 吃